3月9号晚 甘肃西河县庙会发生一起流动性娱乐设施故障 造成9人受伤 其中一名为9岁儿童 其余人员均为成年人 其中一人初步诊断为重伤 已转至天水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 其余8名受伤人员中 7人在县人民医院观察治疗 一人在县新康医院观察治疗 事发后 游乐业主被警方带走调查 欧浪新闻编辑报道 欧浪新闻编辑报道 欧浪新闻编辑报道